大家好 今天是温哥话时间2月29日 欢迎收看第一期的港湾播报 我是实习主播Jesse ICBC和BC省警方近日提醒公众 如果开车的时候 怀里抱着他们会被狠狠的罚 警方提醒司机根据ICBC的规定 汽车里如果宠物没有被固定 那么司机将面临着109元的罚款 以及额外的扣分 尤其是那些爱宠人士 喜欢一边开车 一边把猫猫狗狗放在大腿上的 都有更大的可能发生交通事故 不仅大腿上不行 此外大型的宠物犬 如果坐在副驾驶遮挡了司机的视线 可能也会造成事故 同样面临着109元的罚款 外加扣三分 如果一个司机一边开车 一边尝试控制自己在车里 随便活动的宠物 则将面临更高的罚款 368元 外加扣6分 主人爱宠物可以理解 不过请把它们放在汽车上安全的位置 并请将它们固定好 固定不好 比如Simon这样 放在皮卡后面的车厢里 会危害宠物安全的遥法 不过警察也强调了 警察的目的不是开罚单 而是教育驾驶人员 防止伤害并完全避免违规 近日警方和ICBC还这样教育驾驶员们 威斯洛很美 如果您这样做 罚单足以去度过一个美好的假期 省长贺景 省专上教育技术及训练厅长 马兰尼周五宣布 正式落实BC Access Grant的新学生补助计划 为低收入大专院校的学生提供助学金 最高每年可获得4000元 省府在早前公布的财政预算案 扩大学生助学金项目 为大专院校的学生提供全新的BC助学金计划 未来三年额外投入2400万元 将学生补助金总额扩大到4100万元 为更多学生提供了经济支持 该补助金项目主要针对低中收入家庭学生 符合资格者最多每年可获4000元的补助 他们将在学期开始时就获得相应的金额 可用以交付学费购买书本及其他花费等 项目也首次将两年至以下的课程 包括证书文凭课程等学生纳入了补助范围 这一改变也将符合补助资格的学生人数 扩大了将近一倍 预计有4万名学生受益 贺锦到BCIT三角洲校园出席 落实计划的仪式时表示 新计划将为有需要的学生消除经济障碍 减轻学生的贷款负担 帮助他们完成学业 为他们未来就业提供帮助 同时也有利于人才的培养 更好地满足本省的劳动市场需求 是一项重要的举措 马兰尼也强调 学生等待这一刻已久 补助金项目的落实将会为更多的人 打开大学教育的大门 帮助他们获得更多的教育机会 包括那些希望回到学校提升技能的人 都会从中受益 BC补助金将从今年秋季学期开始正式发放 通过BC省学生援助计划申请补助的学生 将自动被审核 加拿大司法部长David Lametti说 声势浩大的抗议活动中 原住民示威者在铁路轨道附近纵火 还将物品扔向行驶中的火车 这是毫无道理的 但不属于某些保守党人士所说的恐怖主义行径 保守党政客说 示威者的行为是安大略省的国内恐怖主义 Lamatti在接受CTV电视台采访时说 我认为示威者的行为是愚蠢的行为 例如妨碍火车或在火车上扔雪球 这是非常危险的 令自己的生命处于危险之中 但这不是恐怖主义行为的问题 自由党的内阁部长谴责这些行为 不安全和不适当 但保守党的批评更加的严重 Lamatti说 在这件事上 他质疑保守党人士对刑法的解释 如果有犯罪行为将受到起诉 请记住 在任何特定的司法管辖区域中 具有管辖权的皇家骑警 检察官 省警都有行动的自由 近几周来 政府面临来自反对派的压力是越来越大 他们要求警察当局公开的发出信号 执行法制并停止封锁 结束对全国铁路旅行的封锁 作为回应 Lamatti表示 这应该由地区警察自行决定 如何干预或是否干预 当地原住民已经宣布 他们希望看到 加拿大皇家骑警离开自己的领地 然后再与联邦或省级政府进行会谈 Jesper Norton在周五发布的一份声明中说 关键的需求是皇家骑警离开此地 但在日常事务中提供警方的协助 我们认为这么做会带来对当前危机的降温 联邦土著关系部长Benit和BC省土著关系厅长Scott Fischer 正在与酋长会面试图打破僵局 美国和阿富汗塔利班组织 2月29日在卡塔尔首都多哈签署了一项和平协议 直在结束 美国在阿富汗长达18年 也是美国时间最久的战争 美联社报道 和平协议的签署可能帮助川普总统实现 减少无止境战争的竞选承诺 依照协议 美国将开始从阿富汗撤离数以千计的部队 换取塔利班承诺的防止阿富汗成为发动恐怖主义攻击的基地 如果塔利班信守承诺 所有美军将在14个月内撤离 2001年9月11日的恐怖袭击发生后 美国在联合国支持下主导国际部队打入阿富汗 推动窝藏发动911恐袭的本拉登和基地组织的塔利班政权 美国花费了7500亿美元用于阿富汗战争 各方损失数以万计的生命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称 和平协议是对塔利班对和平承诺的真正考验 蓬佩奥强调 如果我们不对我们做出的承诺或许愿采取切实的行动 这个协议将毫无异议 今天的良好感觉也不会持久 更是协议 美国将减少目前的约13000名驻军 不过仍保留8000人的部队 以确保塔利班兑现某些反恐条件 以上是本期港湾播报的全部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Jesse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点击屏幕右下方 订阅我们的频道 我们下期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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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